地球其中一項自然奇景 再度受到了威脅 Fist.org 報導引用國際海洋專家指出 如果三月份的平均溫度過高 持續使珊瑚礁過熱 可能很快就會面臨另一段 嚴重的珊瑚白化時期 上一次發生珊瑚白化的情形 有大量的珊瑚因此死亡 大寶礁幾乎和日本的大小一樣 VICE新聞報導 2016年到2017年之間 澳洲的大寶礁有一半的珊瑚 因為一連串的熱浪死亡 根據國家地理頻道其中30% 是死於2016年 在2017年因為熱應力 有另外20%的珊瑚也死亡 澳洲大寶礁資深科學家 David Wackenfeld 表示 接下來幾週對珊瑚來說至關重要